大家平安 非常高兴又看到大家 在这个疫情又开始有点紧张的时候 我们大家仍然 因为被神的爱吸引 所以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 如果有戴口罩的 也欢迎你把口罩戴起来 我要讲话所以我把口罩摘下来了 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 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 这张相片 我想大家应该 还是热腾腾的 这是我们上礼拜 教会在庆祝欢庆父亲节的时候 拍的相片 实在太开心了 你知道里面有几个人吗 我一个一个点轮头去算 在相片里面有70个人 当然还有照相就不在相片里面了 可能还有一些 我们那天来我们的聚会的 总共有75位 开不开心呢 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从 自大的到自小的 从那个刚树山没多久 在地上爬的 到七十几岁的 我们通通都有 七几岁 六几岁 五几岁 到不到一岁的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一家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爱 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属灵的大家庭 这大家庭里面呢 有父神做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有牧师 做我们在地上的属灵的父亲 在这大家庭里面 我们要一起来成长 建造我们的家 成为神的家 教会就是神的家 神的家呢 就是有神同在的家 这是一个蒙福的家 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蒙福 我们也能够让 更多的人得到祝福 所以你们发现这个相片 多了好几个爱心呢 我常常说我们是 展翔大家庭 我们来这里学习 怎么样的爱神 爱人 但门徒 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爱 有一句话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呢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我们有从神来的爱 所以因着神的爱吸引我们 所以我们进到台北展翔 这个大家庭来 我们愿意 周周来 甚至在周间 我们愿意来参加 属于我们的聚集 或是祷告或是小组 或是任何的活动 所以在这个台北展翔 大家庭里面 我们要来学习 如何来彼此相爱 一起来建造我们这个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我们摆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你实在是爱我们 你用你的爱来交换我们 用你的爱来爱我们 我们也要在这里 来彼此相爱 不只是爱神 我们也来彼此相爱 那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 每一个家人 都能够感受 从以来的爱 谢谢主 将祷告和抗主 耶稣基督的名义 所以你希望这个家 充满了爱吗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 建造这个爱的大家庭 好 在分享之前呢 我来跟各位讲个故事 从前 从前从前从前 有一个男生 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 怦然心动 那个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爱 对不对 不是爱 干嘛要心动 然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 大约半年左右 他们就结婚了 他们因为爱 按照圣经所说的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 小家庭 在这个小家里里面 因为原来那个爱呢 让他们彼此吸引 可是你知道 我曾经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因为爱 来在一起的时候 相爱容易 相处容易 不太容易 当然 在这个爱的小家庭里面 我们继续来学习 彼此相爱 然后爱着爱着呢 就发生一件事情了 产生了 第一个爱的结晶 什么是爱的结晶 我们大家来回应一下 怎么都没有声音 宝宝 你看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宝宝 这就是爱的结晶 没有爱 怎么会有结晶呢 对不对 所以家里里面 就是有爱 然后这宝宝 渐渐的长大 渐渐的长大 又有了第二个爱的结晶 第二个宝宝 然后又渐渐的长大 渐渐的长大 这就是一个家的起源 那你知道在家里面 我刚刚讲过 相爱容易 相处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这个家里面呢 也经历了许多的挫折 许多的风雨 原来这个男生 这个女生呢 因着爱结合 因着爱产生爱的结晶 要用爱来交换两个孩子 但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但是因着神的爱 让这个家人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因着神的爱 让这个家人 克服许多的困难 继续维持下去 一直到有一天 孩子长大了 他们也碰到他们自己的 白雪公主 跟白马王子 他们因为爱 就彼此的吸引 然后有一天就一起失败 这就是家的起源 所以家里面 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遇到什么样 不能解决的问题 只有爱 没有爱 这个家就破碎了 没有爱 这个家就分离了 所以 我们要用什么 什么东西来建造这个家呢 建造我们台北战乡 大家庭这个家 我们第一个 就要用爱来建造 第一个 我们要用爱来建造 人与神的关系 第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宣读 我以永远的爱 爱爱你 因为我已 此爱吸引你 神说 神像以色列人说 我也永远的爱 来 同样的今天神 向我们说话 神用永远的爱 能爱我们在座的一个人 祂来吸引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啊 不然我们怎么做 都要在这里 因为神的爱 吸引我们 所以我们就快跑跟随他 所以我们因为爱他 我们愿意周周花时间 来这里献上 我们的敬拜 赞领 来这里献上我们的爱 所以神爱我们 这爱不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的彼此相爱 爱与被爱 神渴望 我们爱他 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父母非常爱我们 难道父母不渴望 孩子爱他吗 同样的 父母非常渴望 孩子能够爱他 能够亲近他 我们的神也是如此 所以亚克书上面说 你们亲近神 神必亲近你们 你看我们在家里面 当你来亲近你的父母的时候 你的父母开不开心 没什么回应 当你去亲近父母的时候 父母开不开心 开心 可能有人不太开心 如果父母不太开心 说啊 干什么 离远一点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家里面的爱不够 但是我们的天父 这里说 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所以在这个台北 展强大家的里面 父神以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来吸引我们 当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神的时候 神就亲近我们 那我们如何来亲近他呢 透过我们的敬拜 透过我们的读经 透过我们的祷告 我们跟神爱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第二个 我们用爱来建造 来建造什么呢 建造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这单行我们一起来宣读经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秘密 你爱神吗 神说你如果爱我 你们就要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说爱神 说实在的 他有点抽象 因为神在哪里呢 神在天上 神在地上 神在我们的灵里 但是我们更时机一点 我们说我们更接地一点 我们爱神 就是爱神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他所爱的人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旁边 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 你跟隔壁的 说你是神所爱的 我也爱你 这是我们大家庭里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更要爱的是谁呢 当然是我们肉身的家人 是我们第一要爱的人 我们爱我们的父母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爱我们的配偶 爱我们的孩子 但是很可惜的 可能在有些家庭里面 没有办法感受到 从父母来的爱 从配偶来的爱 或是从孩子来的爱 没关系 我们向神来祷告 来祈求 我们回到神的家中 我们来学习 如何彼此相爱 也许是我们缺乏爱 我们不够爱我们的家人 也许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但其实我们要爱谁呢 我们要爱神所爱的人 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还有一些 还未信主的家人 那也是神所爱的 甚至我们出了教会 在街上 到处都是神所爱的人 他们还不认识神 他们还没领受到 什么叫做 神永远的爱 那都是我们所爱的 因为我们人的爱是不够的 但是只有神的爱 让我们不只被爱 能够学习去爱人 在教会里面 就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彼此相助 彼此承担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什么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呢 我们要用爱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那我们怎么样 来建造呢 我们说的更实际一点 我们来到教会当中 我们如果 来我们的主日聚会 我们敬拜赞美 然后剥饼 祷告 报告 然后听讲到 吃点水果 结束了 那说实在的 也有点可惜 因为你所能够领受到的 爱 是不够的 我们要爱来建造 我们要更多的 来学习彼此相爱 把这个爱的大家庭建造起来 第一个就是加入小组 你知道加入小组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如果主是这样就回去了 我说 我们跟神有互动 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 但是 我们人难免 会遭遇到许多的困难挫折 我们有婚姻的问题 我们有家庭的问题 我们有亲子的问题 有工作的问题 有疾病的问题 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去跟谁说呢 我们要去哪里 与人分享 或是找人来与我们 共同承担呢 我们进到小组里面 在小组里面 你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爱你 你会有机会 更多更多去爱别人 有一句话说 快乐的事情 要找人彼此分享 这个快乐是加倍的 如果你有100分 找一个人分享 那请问你有几分啊 还是100分 好 还是100分 分数是100分 这个快乐是加倍的 找两个人 总共的快乐是200分 你如果在小组里面有五个人 你找五个人分享 那快乐就变成500分 对不对 当你忧愁的时候 你找一个人分享 痛苦共同承担 你有100分的愁苦 那请问你找了一个人 你剩下多少愁苦呢 你剩下50分的愁苦 你找五个人承担呢 你只剩下20分的愁苦 太棒了 这数学怎么算都划算 所以我们要进到小组里面 我们去分享 彼此承担 就好像圣经面所说的 你喜乐的人一同喜乐 你爱过的人一同爱苦 这就是彼此相爱 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们可以更接地的 更贴切的 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 彼此相助 彼此承担 我们可以一起聚在一起祷告 分享 彼此代祷 这个是我们的大堂里面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只有在小组里面 我们更能够去领略到 肢体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的爱 如何用爱来建造呢 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爱演 有一句话叫做 爱就是把菜吃光光 听过吗 好像点头的人不多 爱是把菜吃光光 听过吗 听过 好 什么 这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广告词 好像是爱之味 好 爱就是把菜吃光光 我们在爱演里面呢 你看你家人 我们回到家里面 你希望你家里面的每一餐都很丰富吗 那你希望 如果是你煮菜 你希望 你的菜 等到吃完之后还是满桌在桌上吗 还是大家把菜吃光 还是要留到明天吃 明天吃光 后天吃 后天吃光 大后天再吃 好 爱就是把菜吃光光 爱 我们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都会把最好的拿出来 所以你是爱愿的时候 你会发现 弟兄姐妹们 总是把最好的拿出来 那 我们现在恢复爱愿 你会发现 今天 今天女王哥宝贵节 他们总是把最好的拿出来 我们在住门一个人都是 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拿出来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 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爱 这是非常实际的 有一句广告 应该都听过了 这个跟年纪无关 你要抓住男人的心呢 要抓住哪里 抓住他的胃 这句广告台词呢 可能以前管用 现在应该反过来 或是两个都可以 你要抓住太太的心呢 你要抓住他的胃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喜欢享受美食 对不对 当看到满足的佳肴 你的心就会开心 我们如何用爱来建造呢 当我们回到家里面 如果家里面有事情 家里面都是没有到 你会去到吗 家里面灯坏了 灯不转了 你会去让它转吗 家里面脏了乱了 你会去整理干净吗 家里有需要的 你会挺身而出吗 如果这个家有爱 你就会愿意挺身而出 7月11号的时候 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俊威弟兄就挺身而出 当俊威弟兄一呼召 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挺身而出 因为台北展翔大家庭 有那个需要 我们要来敦清牧林 按着圣经 要爱我们的灵社 所以那天 我们号召了 许多人 从最大的 我们的范哥 我们的元旺哥 元旺哥今天不在 到最小的 还有未满20岁的 我们一同来参与 叫做劳动服务回馈华盛 我们要用爱来建造这个家 当这个家有需要的时候 家人们都能挺身而出 所以就是参与服侍 我们每一周到这个教会来 到这个大家庭来 你可以发现 哪里有需要 我想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若是我们感受不到 当有人在台上护照的时候 若你有那个感动 你也可以挺身而出 当我们去拜传有需要 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服侍 当我们的音控有需要 当我们的招待有需要 当我们的每一个环节 有需要的时候 当有人在这里呼召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挺身而出 我们用爱一起来建造这个大家庭 让这个家庭 能够更健康的成长 更茁壮 第二我们用什么来建造这个大家庭呢 我们用真理来建造 真理就要我们得以自由 然后这两段经文 一起来宣读清 真理必须要你们得以自由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真理就要我们得以自由 我们常常这样说 我们常说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圣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所以我们要用真理 来建造这个家 就是用圣灵来建造这个家 家里是有爱吗 刚刚前面说的 用爱来建造 家里是讲爱吗 我们常常会听到说 家里面是讲爱的地方 不要讲道理 这句话你同意吗 家里只有爱吗 不 家也有真理 在我们自己的家 讲爱也讲真理 在我们的大家庭里面 讲爱也讲真理 家里不是不讲道理 家里是因为爱 因为我们明白了真理 所以我们愿意彼此相爱 恩慈相待 我们彼此宽容 彼此宽恕 而不是不讲道理的地方 家更要讲道理 而且这个道理 不是人的道理 是真理 因为只有神的话 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 最高权威 有任何问题 你翻开圣经 圣经是信仰跟生活的 最高权威 只有神的话 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你就人的生命很难改变吗 我们常常会想说 你这个人怎么 牛牵到北京 还是牛 很难改 改不了 但是 神能改变人的生命 只有神的话 可以击破谎言 我们常被一些东西谋屁了 但是 你翻开圣经 只有神的话 能够击破谎言 只有神的话 可以使信徒 站立的稳 我们不会被外面的 似是而非的话 左右摇动 随风飘荡 我有神的话 能够装备信徒去服侍 刚刚我所说的 加入服侍 服侍是因为 人告诉你要来吗 是因为 你卖教会面子吗 还是卖牧师面子 还是卖聚会面子 不 是因为圣灵 带领你 要来加入服侍 是因为神的话 来催促你 来带领你 要加入服侍 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建造 真理叫我们 得以自由 这两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读 请 求你用真理 使用神的圣灵 要教学真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 他要引导你们 应该一切的真理 只有真理 使我们得以成圣 只有圣灵 能够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台北产阳大家庭 我们是一个 重视爱的地方 也是一个 重视真理的地方 只有真理 可以使我们 得以成圣 只有真理 可以让我们在 这条道路上面 信仰的道路上面 走得正直 一直等 一直走到 主的再来 所以我们如果对于圣经 领会错误 我们会走迷了路 如果我们领会正确 就会朝成圣的道路 往前迈进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圣经 我们常说圣经是我们生活指导的准则 它就好像我们生命的说明书一样 你如果使用一个电器 或是一个很 假设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你不先阅读说明书吗 你就这样直接这样 嘟嘟嘟嘟嘟 就让它动起来吗 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同样的 圣经是我们生活最高的 指导的准则 如果我们对于圣经的真理 我们不清楚 我们就很容易领会错误 如果我们选择不读经 不明白真理 走在出门道路上 你说神会如何呢 你认为会如何 神会尊重我们 他尊重我们的选择 他不会控制我们 或对我们唠叨不停 允许我们向他说 走自己的道路 他不会像家里的爸爸妈妈一样 天气冷了 你要穿衣服哦 好了好了 我会啦 你要记得穿 你还没穿 好了我会穿啊 你还没穿啊 我会去穿啊 那最后穿了没有 不知道 但是我们神不会这样子 你不穿是不是 好 请你走 神不会唠唠叨叨的 他会尊重我们 他允许我们向他说 不走 我们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这个图片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因为父亲节刚过嘛 这父亲节里面大家传来传去 你怎么解读这个图片呢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嘛 因为看图说故事嘛 看是谁来说 说的人有这个话语权 在这个大雨天 雨非常的大 风也非常的大 爸爸带着一把伞往前走 带着他的孩子 这孩子好像要跟爸爸说什么 爸爸我好累哦 你可以背我吗 你可以抱我吗 爸爸一手拎着公事包 刚下班 也是很累 孩子 我帮你撑伞 因为雨太大了 或是爸爸个儿太高了 爸爸如果撑了伞 这个孩子等于是没撑伞 是一样的 所以那就帮他撑伞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路要自己走 这爸爸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 当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任 天父让这个孩子自己走路 他不会把他扛在肩上 不会把他背在怀里 让他自己走 但是这个父亲仍然爱他的孩子 为他遮风挡你 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 我们都听过圣经里面 浪子回头的故事 有一听小孩子说 爸爸我要分家了 你把钱给我吧 在座的爸爸们 如果你的儿子这样说 你会怎么办 如果有棒球 棒应该会拿出来 在古时候 什么时候要分家 你看地址上面常常有哪一个大企业 企业主义走的时候 家里为了家产闹得天翻地覆 不管怎么样 也等到走了 才会分家 对不对 要闹到时候再来闹 一人分多少到时候再说 这个不是 这个浪子比这个豪门恩怨更猛 爸爸还在 爸爸 我们来分家吧 把该我的那个五十亿拿给我吧 爸爸二话不说 给 我要走 请 这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当我们选择 不走在正途上的时候 神也允许 神允许我们走在那样路上 可是爸爸做了什么事情呢 爸爸天天在门口等 你的儿子回来 他说 我以永远的爱 即使你走错了路 爸爸仍然爱你 他在门口等你 一直等到浪子回头 大老爷看见 他就跑过去抱起来 亲嘴 对不对 所以神的爱 神爱我暗到一个地步 即使我们走错路了 他仍然尊重我们的选择 年轻财主的故事 这年轻财主来问耶稣说 我怎么样才能够 进神的活呢 你要把这个东西都卖掉 你太有钱了 你这钱太多了 你要把它分给穷人 你才能够来跟随我 这个年轻财主最后怎么办 悠悠愁愁的走 神有没有说 不可以钱拿出来 没有 他让他选择自己的道路 他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任 当我们走在 错误的道路上面 不明白真理 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 神也允许我们 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 但是自己的人生 要自己负责 约束亚 带领以色列人 要进入迦南美地 在进去之前 约束亚说了一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他说 大家 我告诉你们 前面 就是江南美地 神所应许我们要进入的地方 你们要不要跟我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 还是你们要留在这边 继续侍奉这些神 最后讲了一句话 非常经典 我们常常挂在家里面的墙壁上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 所以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这神给人第二个最大的意义 第一个是救恩 第二个就是自由意志 因为自由意志 他选择这个救恩 你即使不要 他也尊重你的选择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真理 真理才会让我们得以自由 那我们如何用真理来建造呢 刚刚听了这么多 我们都有熟读圣经了吗 其实熟读圣经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我还是要说 它很重要 我们不是要来听见神吗 你不常说要听神的声音吗 请你每日读圣经 默想神的话 神就会告诉你 牧师也这么说 师母也这么说 你到每个教会 每个牧者都是这样说 要读圣经 苦口薄心的 劝弟兄姐妹们要读圣经 用圣经来建造自己 用圣经来建造神的家 你常常默想神的话 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 我记得 先生哥分享的时候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读圣经 或是唱师父导功 神就跟他说话 好像朋友对话一样 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们 第二个 参加主日聚会认真听到 好 这个讲起来就有点尴尬了 我们来调查一下 现在有认真听到的举手 好 手放下 表示大家现在都有听 我在讲话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放在里面呢 因为它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你上面这个人讲的又不好 我干嘛要听啊 我要上来讲还比你好 对不对 会有这种想法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上来会前祷告的时候 主啊 请你来光摩今天的讲员 把你的话放在他的口中 因为他的说话 就是你的说话 如果我们心里面这样想 我们也这样祷告 我们就要这样相信 讲得好的时候 我们要有回应 阿们 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我们讲的时候要有回应 阿们 你的阿们就是扶持 你的阿们就是让你的里面的灵呢 搅动你的灵 让你的灵呢 跟圣灵结合 让你的灵呢 让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做动工 因为神 透过讲员 要来向你说话 如果从头到尾 就在那边滑手机 滑手机 滑手机 心也不在这边 那我们说我们 重视真理 那真的很抱歉 那真的太可惜了 那不仅是不尊重讲员 那更是 没有一个敬畏主的心 所以在那主的聚会 我们要认真地听到 讲得好 我们阿们 如果真的讲得不好 怎么办 你可以会后跟他说 左拼哥 今天讲的我听不懂 而且左拼哥 你讲话好慢 我等到头发都白了 天都快黑了 你这句话还没讲完 没有关系 你觉得讲得不好 讲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在会后跟讲人说 你让他下次讲得更清楚 我们快了 马上就要吃饭了 第三 按照圣经的原则 看问题和做决定 我们常常碰到人生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来找牧者 我们来找 比我们年纪大的 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 能够为你来祷告 但其实 常常答案 在圣经里面 你真的不必想 也不用问 请问一下 我们晚餐要吃饭还是吃面 你会去想这个问题吗 要不要好好寻求一下 看你晚上感动 是吃饭还是吃面 吃饭 你这个感动 是不是有问题 你有没有真的认真 祷告呢 你要不要问一下牧师 把电话问他一下 我当然举这个 例子是一个笑话 我的意思就是 很多答案在圣经里面 你真的不必想 也不用问 因为圣经已经有答案了 因为你去问牧师 他也会告诉你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答案 好 所以我们 来到台北展翔这个大家庭 我们要学习什么 爱神爱人 我们要什么来建造呢 用爱和真理来建造 我们用爱和真理来建造 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宣读 请 我这样你们不在座外人 很合理 是与圣族同国 是神家的人 并且被建造在神父和神奇的之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 各方靠祂联络等和事 成为主的圣经 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 成为神经的圣神区处者所在 好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大家庭呢 我们用爱和真理来建造 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说 我们不再做外人 我们今天到这里面来 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亲人 不是一家人 不做一家人 不敬一家门 那今天这个家要做什么呢 他是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 在耶稣基督这个防脚石上面来建造 就是用真理来建造 就是用真理来建造 我们用真理来装备自己 用真理来建造在一起 当我们明白真理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每天怎么样来过日子 我们怎么样来过生活 我们前面 我们的工作到底如何 我们的婚姻到底如何 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未来 甚至最简单的 我们如何看待 我们如何来面对 现在的新冠病毒 我们在里面同被建造 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 当我们用真理来建造的时候 就是用圣灵 因为真理就是圣灵 圣灵就是真理 我们常说圣灵跟真理 就像鬼道的双鬼一样 如果再说多一点 我们会说 鸟的双翼 一个是圣灵 一个是真理 尾巴就是叫飞 才可以起飞 才可以如鹰展翅上当 圣灵跟真理 是一体的两面 我们不能够 把圣经当作知识来读 但是我们若不读圣经 很抱歉 你连知识都没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 有圣经 有圣灵 耶稣说 我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真理就是圣灵 当我们是进到真理里面的时候 圣灵就来印证 这个真理 印证他所说的话 当我们用爱和真理来建造的时候 台北展翔大家庭就能够成为神居住的所在 就是神的家 就有神与我们同在 就像这片墙一样 我们就像是里面的一块一块的砖 我们原来是散落在各地的 但是因为我们用爱跟真理来建造 我们就连合在一起 我们就接在一起 我们就慢慢建造成属灵的宫殿 这个家族慢慢的成长茁壮 就能够抵抗更大的暴风 更大的洪水 我想当初在建造 设计我们教会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样的概念呢 我们这面墙 我们的教会就是要 大家一起来建造 我们没有办法 某一个人置身事外 说我不是 我是来看热闹的 我是当观众的 今天的敬拜好棒 我好享受 然后呢 既然是一家人 我们就在这里面来学习彼此相爱 用爱把这个家建立起来 用真理把这个家建立起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敬拜祭来到前面 千万天父我谢谢你 你实在是爱我们 你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主是因为你的爱不离不弃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中 在这里来享受 你对我们的爱 在神的家中 我们也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你 我们也用来在神的家中 学习来彼此相爱 主要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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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這個時代 感受你的痛在 來一直的回合我 開啟你的運 經歷你的答案 你的愛 我的心 何等渴望 你會忽畜 屬於你的時代 連你過渡 完全正在這地 卻落如同在天上 你的心 何等渴望 你會忽畜 屬於你的時代 連你過渡 完全正在這地 卻落如同在天上 主啊 謝謝你 我們渴慕你的國度 完全彰顯 彰顯在這個地上 主啊 我們渴慕你的同在 你來恢復我們 你來建造我們 用你的愛來建造我們 用你的真理來建造我們 建造台北展翔大家庭 建造我們的教會 成為聖靈的居所 成為神同在的地方 主啊 帶向你的國度 我們在這個神的大家庭當中 我們來領受你的愛 我們來享受你所賜給我們 在這個家中一切的豐盛 我們來領受 在這裡有你的一致 有你的更新 你的釋放 你的修復 你的禁食 你的慈愛 你的憐憫 你的恩惠 主啊 我們可慕在這個家中 可慕你的愛 我們可慕 向我們的天父阿爸 我們可慕來親近你 因為我們是你親愛的兒女 我們要來回應你的愛 主啊 求你把那個愛 攪灌在這個教會 主啊 求你把愛 攪灌在我的家中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的家中 主啊 我們真的需要愛 我們需要愛 才能夠來愛我們的父母 愛我們的兒女 愛我們的配偶 並且 使用你的真理 來愛他 我們 我們需要愛 在這個教會裡面 來彼此建造 因為我們是這樣如此的不同 所以當我們來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難免會有摩擦 我們來免會哥哥姑母 主啊 求你幫助我們 讓你的愛 做我們中間的橋樑 讓你的愛來建造我們 除去我們 與你之間的籃子 在我們不僅在這個家中 是與神和好 我們也是與弟兄姐妹和好 在我們的家中 我們也是因為我們的父母和好 與我們的孩子和好 主耶穌說謝謝您 謝謝您 我們要用愛來建造 我們要用真理來建造 主啊 我們實在是軟弱 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 主啊 但是我們靠著你 叫我們凡事都能做 靠著你 我們就能夠有愛 靠著你 我們就能夠彼此相愛 主 謝謝你 來祝福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充滿你的愛 一起來建造我們這個大家庭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充滿你的愛 來建造我們自己的家 謝謝主 這樣祷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Amen 好 祝福各位 在未來的一周 充滿了神的愛 也讓神的愛 充滿在你的家中 會后歡迎留下來 到富堂 我們可以用點水果 一起有一點時間交流 好 我們聚會請在這邊 充滿吧 好 祝福 謝謝 感谢观看